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民众办维多利亚学校 收贵族学校的学费 但土地租金却经济实惠 台糖每平每月只算八块钱 韩国瑜说这是苏贞昌批准的 民国95年 总统是陈水扁 在那个状态之下 我韩国瑜怎么可能有特权 一张纸撇得一干二净 但苏办亮出几张公文 直接打脸 台糖土地地上权契约书 写明私立维多利亚学校 时间是民国88年 再看台糖同意释出土地通知书 时间是民国87年 当时的教育不寒 签章的是部长林青江 这时是国民党执政时期 苏贞昌还在当台北县长 而韩国瑜声声的证据 只是民国95年 财政部同意减免地价税 由院长苏贞昌改章 当年还不是只有韩国瑜的维多利亚学校 地价税减免 而是向台糖租地的学校 通案降租 同样白纸黑字 其中一份却是鱼木混珠 谁乱扣帽子 有公文 有真相 三连新闻综合报道